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选私用和设定 进入设定后 向下图 就会见到Facebook站外动态 点选之后就可以见到一些收集你的资料 按清除记录 之前见到的推荐广告就会不见 点选更多选项 再选择管理未来的动态 再按多次管理未来的动态 点选之后就可以见到Facebook站外动态的这个功能 就预设为开启 那你就可以关掉它 但这个功能其实就关乎一些 你其他用Facebook登入过的网站记录 如果你关掉之后 这个网站就会自动设定 要不要关闭这个功能 就大家自己考虑一下